第471章 家传手镯是智宝 东 大节界中 智宝 神明宫 剧烈摇动 它的动荡像是神话在腐朽 所有超凡世界都在跟着坠落 影响实在太大了 至高规则化成火光 一条通体像是黑玉打磨 但却点缀很多金银白点的手镯在沉浮 犹如深邃的宇宙 点缀着繁星 不远处 更有当时旧约横空 数次硬汉智宝 在两道影子手中 它焕发着惊人的力量 以及无限的生机 仙道旧约承载物 它和手镯间有某种天然的联系 在共鸣 彼此交感 这个神话时代的诸多金篇 仿佛同时出现 宋经声不绝于耳 望 宇宙中 超凡巨阵 疑似另一件质宝复苏了 铺天盖地 像是有一把大伞在升腾 要撕开星空 赶向不朽之地 科技生命之地 一口池子出现 磅礴的生命能量流淌 对抗大宇宙的所谓纠错 似乎想为超凡续命 某位神秘强者持在手中 大开杀戒 有至强神明陨落 神之血液染红仙界 景象可怕 宇化帆被勾沉地弓 和超绝弓的两位鼻祖 共同驾驭 艰难对抗那个持剑之人 仙界这个半物质般能量未免 星斗被斩暴 在至宝的威压下 没有什么能够挡住 仙界对应的半物质外太空中 轰鸣声不止 许多行星当即炸开 化成积粉 星空中一片凌乱 逍遥洲在北围猎 传着陨落的危险 想要夺取第二件至宝 以便共同抗击人事件 和他的主人 四大神话之地 仙道 不朽 神明 科技对应的超凡之地 全面大乱 大结界和仙界 仿佛要彻底爆开了 一切都在走向终点 半腐朽的大结界中 六座相距很远的鞠躬 分别处立着 像是巨兽 又像是神话和现实的 最后连接点 养生宫 大方是徐服盘坐高台上 脸色不是多好看 一而再的被震 即便是绝世仙人的化身 也不好受 好比凡人剧烈晕车呕吐 现在 他在积极寻找 六座巨公中的最高奖励 准备抢走后跑路 陈永杰虽然得到他庇护 但还是很怨念 得到从此地狱之的惊人资源 小一个多月的时间 辛辛苦苦修行到九段 结果又被震回来了 我和八段有着不解之缘 当初他在救土时 就算是准九段了 结果被王轩震到八段出七 这样来回好几次了 只要提升 他就会出意外 徐福道也不算坏事 这是帮你夯地鸡呢 砸得越坚实 将来大宇宙校正完毕 你保住的道果越扎实 别以为追求虚高 不是你的 将来从高处摔下来 是会要命的 还会死人 陈永杰心惊 当然 你以为会平安着陆 不死一批超凡者 怎么能体现出 大宇宙的无情意志 如何彰显大势不可逆 先见 大结界中的激烈对抗 让现实也无法宁静 各路超凡者都忐忑无比 人们明白 术法 长生等都在加速崩溃中 一日四阵 我大概率 连大宗师都保不住 青木脸色煞白 被阵落下来后 离超凡一线之隔 但现在 又下降一段距离了 来到了大宗师中期 无垠也紧张了 他到了一段的中期 估摸着 按照这个趋势 一夜间而已 他也要重回凡人领域了 各大阵营的超凡者 都在经历这种心路煎熬 全都在持续变弱中 也好 这就是未来的预演 不过提前到来而已 让我们放弃幻想 有足够的心理预期 去接受现实 一片坡地 大树下 黄叶纷飞 王轩也被数次震动 但都稳住了 最强烈时 他也只是心血翻腾而已 可见 他的道基 无比坚实 能立足神话镜头 十一段 自然与众不同 底蕴之坚固 远超常人 各种经文 我都参悟得差不多了 但是 想要突破固有的神话理论 必须要有不一样的法 他沉静下来 不受外界干扰 全身心地投入在修行中 他很清醒地意识到 即便是在几步至高经文中 也找不到出路了 另类的盗取时光 应该成为首选 无论是在内景地 还是在飘渺之地 都有相近的特质 但是 内景地中 精神思感的提升 远超其他任何地方 王轩琢磨 如何将那种能力带出来 那样的话 在他思感速度 远超那些化身的情况下 降服他们 不会非常艰难 接下来 他在精神秘窟中 寻找和内景地有关的东西 深入了解 进一步解析 才能获取自己想要的能力 别的没有 他就是经文多 比古代大教的藏经阁还惊人 没有辜负老中 和各家财阀的收藏 都搬进了原神中 神兆内景图 关于内景的论述 有独到之处 讲述精神 主动召入内景 很有借鉴价值 意味着 可以有条件的自行开启内景地 原神图谱 不同原神对应的不同内景 论述精神扩张和内景的关系 内感 论精神思感的极限蔓延 开启内景必触超感 以及理论镜头的神感推向 疑似还有神感之上 瞬间 王轩大受触动 应该早些挖掘这些经文才好 有他需要的东西 超感 自然是开启内景必须触发的 而那对常人来说遥不可及的神感 他也曾经亲身经历过 神感之上 他没有涉足过 古人著书时 也只是怀疑存在 王轩认为 就这是他的方向 某些前嫌的思路 和他重合了 关键是 他有特殊的内景地 具备先天优势 能去更进一步的实践 他废寝忘食 忘记了一切 直到某一刻 他触发的精神感触 介于超感和神感之间 他才睁开眼睛 内景地开了 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 他主动开启内景地 不过也有偶然因素 并不在全面可控范围内 不过 这对他来说 无异于雪中送炭 现阶段正需要这种体验 他当即进入 一是继续探索神感 二是借助盗取时光的优势 全身心地研究这个大方向 如果精神思感离开内景地 到了外界 也能处在极限活跃状态 几分钟的思绪 抵得上长人数年的工作量 那么 我必然可以镇压那些化身 但是 如何将这种感知 无时无刻地开启 最重要的是 如何脱离内景地 也保持那种状态 立足外界 也应该存在那种状态 大概率就是神感之上 然后 王轩就开始 沿着这个方向修行 不断锻炼 他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路和方向 真要是脱离内景后 无时无刻也能处在神感之上 现实中 在同境界中 那近乎是无解的状态 这一次盗取时光分外长久 王轩感觉像是过去了80年 精神思感全力以赴 解析超感 神感等 可以说 这种时光流失的体验 前所未有 或许确切地说 是这次的精神思感活跃程度 要远超以往 将超神状态带到外界 也不是不可能 我有了思路 试试看 内景的即将关闭前 王轩开始付诸行动 这一刻 内景空间无限压缩 凝聚向他的原神 而后又仿佛要他陷进他的身体中 内景和肉身似要交融了 一刹那 王轩的精神回归肉身 他体验到了 一秒 不足 这个过程持续不到一秒钟 他就不可避免地 脱离了那种状态 实在太短暂了 秒难都不如 有些不行啊 他自语 如果是在关键性的大战中 确实足够了 回谋瞬间就能杀敌 更何况论秒来计 可是 他要对付的是 将近十个自己 都是极为强大的精神分身 不足一秒钟 大概率不够看 无法顺杀 接下来 王轩再次苦修 百般尝试后 折腾到深夜时 又一次出处发超感 开启了内景地 内景的打开与关闭 应该是可控的 就如同恶龙 他连我的内景地 都能无声无息地打开 本身就说明了问题 王轩再次意识到 真的该早接触那些 关于内景的经文论述 所谓的超感 神感 我在没有开启 内景地的状态下 似乎也曾接近过 他想到了 和恶龙对抗时的状态 当他的精神天眼 和十一段底蕴融合时 提前感知到了 冥冥中的恶意 那时 他曾裹带着恶龙的部分 心灵之光 进入虚无知的厮杀 他再次深入研究 有了全新的收获 这一次 他的精神思感 更加地活跃了 盗取时光 带着那种超神状态 依旧持续不足一秒钟 神党杀神佛 党杀佛的状态 一秒钟 看起来很难突破过去 应该想办法 在这瞬间 解决掉所有问题 深夜 六座巨公灯火通明 因为六位 志强神明的分身 都坐不住了 随时要撂挑子 抢走至高奖励跑路 现在他们正在寻觅呢 岁月之书呢 怎么不在了 毫无动静 捕捉不到他的任何气息 有些志强者 目光明灭不定 自然有人想到了王轩 那本书和他多次接触 该不会是认可了他 提前给予了他 无限好处吧 甚至 徐福都将目光 投向了王轩 隔着时空 在养生宫中眺望 面皮抽动 神色相当复杂 我去 他也来了 陈永杰刚知道 王焦祖也来了 就在远处的坡地上 但并没来闯攻 此前 那个破线杀手 说的是他 他震惊了 主要是他在这个地方 和人言语不通 精神交流时 虽然知道有个变态 但他没想那么多 王轩睁开眼睛 又一次从内景中走出 认真撕团了很久 他觉得 这是一条正确的路 大方向没错 但太艰难了 外界 巨阵不止 尤其是这个时候 有绚烂的光幕充起 照耀在不朽之地 所有超凡星球上 那是大姐姐的至高规则 在化成火光 断烧一枚手镯 居然显照到了外界 映现在宇宙虚空中 这是在炼制至宝 这个神话时代第一次出现 这种异象比神明宫 不朽散等至宝出世 还要惊人 新至宝即将诞生 引发了超凡世界的共振 早先 王轩虽然听到一些议论 但是没在意 现在亲眼目睹后 他顿时不淡定了 眼睛都直了 我 却 这不是我家的东西吗 他风中凌乱 大姐借招要世间 至高规则交织 黑色的手镯无限放大 黑玉竹体 洁白的光点烙印在上 美轮美奂 散发大道气息 而且 王轩隐约间看到了 方雨竹在大姐借中 映照出的身影 他直接确认 那是他家的镯子 不是地摊货吗 怎么成至宝了 王轩彻底傻眼 然后 他就忍不住了 碎碎念 自家的镯子 送人了 到底谁是亲生的 他很想问一问他父母 他是不是捡来的 他觉得 一切都乱了 父母送出了一件至宝 怎么听着 比神话还飘渺 非常不靠谱 自己的父母是大老 王轩再次怀疑人生 虽然他以前 就曾有过一些念头 但是后来又都推翻了 因为 仔细想来 经不起推敲 不说其他 但他记忆中的一些事 他父母的表现 就不像是致强者 比如说 连杀织土鸡 他妈都孕血 每次都丢给他父亲 事实上 他父亲也和上行场似的 憋着气在挥刀 所以 无论杀鸡还是宰鱼 那夫妻二人 都是买收拾好的 什么散养的 山中的土货 压根和他们没关系 绝对不自己动手去杀 另外 两人的不少言行等 也和爵士高手不搭嘎 不可能是修行者 只能说 有少许高光时刻 他们像是超爵士 但大多时候 都是普通人 王轩想通了一些问题 甚至 他有了某种 很靠谱的猜测 认为无限接近真相了 家传至宝送出去了 真大方啊 他们两个 不会是认真的吧 想当做聘礼 王轩看着远方 显照的大结界 不久后 他觉得不妥 有些不安 立刻动用精神天眼 和自身的底蕴结合 感应到了冥冥中的恶意 不是恶龙 但也很强 就在不远处 王轩确定 有志强神明的分身 要针对他 来自六座巨公的羽化宫 既然世道乱了 超凡世界正在崩溃 我也不介意 在最后关头封一把 他自语着 准备迎战 在这个地方 他肯定没法动用至宝 不然的话 会被各路志强者围攻 群列之 甚至可能会有超绝世出击 无论是时间 还是地点都不对 他最好以自身力量反击 刷的一声 他的心神沉浸命土中 拎着卢盖 带着斩神旗 刹那进入虚无之地 见到了那些分身 随后 他将所有分身都放出来了 进入现世 都围绕在他的身边 终于 羽化宫的志强神明的分身动了 双母发出两道血色光束 跨越时空 锁定王轩 但默地问道 旧约之书 是不是在你身上 王轩等他多时了 身边有一群强大的化身 随时准备围猎至强者 更是想解决自身的问题 进军十二段 所以 现在他并不慌 甚至有些兴奋 很强硬地回应道 你身上 是否有半成熟的志宝 交出来吧 外界 各大阵营都被惊动了 折服很久 一直没有动静地破线杀手 现在不低调了 要灵力出击了 这是要和一位志强神明死客 王轩起身 脚下发光 横渡长空 进入羽化巨宫中 第472章 围猎至强神明 枫树成片 火红的叶子如碗霞 巨宫矗立在林中 雄伟而壮阔 王轩落在地面 站在巨宫中 没有任何聚色 外界 所有人都吃惊 那个年轻人如同飞行般 横渡至羽化宫 一点也不触至强神明 相当地主动 面对神明 没有敬意 只身来羽化宫 你想干什么 巨宫中 自然还有其他修行者 不少人都带着审视之色 一位青春靓丽的少女 满头青丝飘舞 带着神道气息 有些自视 漫不经心地问道 你是要来朝拜伟大的神明吗 王轩没有理会 庞若无人 禁止向前走去 他要来干什么 是神 问你话呢 有人大喝道 那个青春气息 扑面的少女 言语轻慢 道 破现杀手 很了不起啊 但那也只是在人间的成就 在至强神明面前不值一提 扑 王轩一巴掌按了过去 那个有神道气息的少女 顿时满嘴血墨子 她来自大结界中 现在横飞出去 胸腹全部塌陷 根本躲避不开 撞碎远处的一根巨竹 坠落在地 五脏已经破烂成泥 放肆 巨宫中 一些有神道气息的人 相继呵斥 觉得这个青年太张狂了 将神明尽前的侍女 给格杀了 王轩无视他们 大步向前 枪 有巨剑出鞘 最早开口的一位青年男子 直接出手 拦住去路 王轩没有止步 略微看了他们几眼 道 滚 都闭嘴 不想死的话 立刻从这里消失 杀 有人喝道 身为至强神明的追随者 在任何场合 自然都要维护神灵的无上威严 下一刻 超物质腾起 有人出手 但是 那剑光还未长过来 那个人自己的人头 就咚的一声 滚落在地上 王轩向前走去 全身喷勃剑光 一群人倒退 在扑扑声中 站在最前方的一群人 全部成为尸体 鲜血染红雨化工的地面 你是什么神 王轩来到巨公深处 再无人敢阻拦 谁都看出来了 这位真的无所畏惧 连神明的侍女都给宰了 巨公高台上 一个男子眸子开合间 有银色光芒飞出 如同实质画 扭曲虚空 他声音淡漠 道 岁月之书在哪里 他一身银色雨衣 满头发丝 也呈银白色 眉毛很长 斜飞入病 双目深邃 五官很立体 长相不凡 他盘坐在那里 若是站起的话 高能有两米 不为外物所动 没有情绪波动 对于侍女和追随者的死去 并未动目 王轩没有得到回应 也就没搭理他 看着整座巨公 他决定 就是这里了 选择此地 成为他的破关之地 想都不用去想 这个神明虽然自视 弹幕而平静 但为了岁月之书 必然会出手 两人间必有一战 果然 不管银发神明的 言行举止多么超然 但最终还是要动手 只不过 他的那种姿态远超 其他超凡者 他没有多余 盘坐在上 单手探出 直接下压 轰的一声 成片的天雷炸开 整座巨公都在摇动 无数的符文亮起 王轩横移 留下一道残影 但巨大的雷霆交织 构建出一片牢笼 所困四方 堵住了他的去路 这位神明确实非常强 远超破线者 对王轩实施雷行 不用多想 这种人当年肯定破线了 成神后 自然会愈发地强大 王轩以剑轮 生生撕开雷光 平视这个神明 对方依旧盘坐在高台上 周身被一道 银白神环笼罩 并没有起身的意思 王轩心境平和 神明自逝 那就让他继续坐着好了 争取让他作画 下一刻 王轩动了 施展秘法 一个庞大的金色法体 身影浮现 包裹着他的真身 璀璨法体恐怖 一拳向前轰去 简直要掀翻巨弓 那金砖玉瓦和琉璃房顶 都炸开了 即便有法阵守护 都没有能保住 王轩现在还没有出动分身 这次主要是想掂量下 所谓至强神明的分身 在现实中到底有多强 砰砰砰 虚空中 那个银发神明右手挥动 出现成片的残影 封堵他的各种攻击趋势 确实很强大 王轩翻身 平稳落在地上 一点也没有气馁和沮丧 因为 对方在逍遥游二层的样子 比他境界高 破现 算他十段 再加上逍遥游两层 嗯 他应该比不上十二段 毕竟 后者是超出神话理论 范畴的极限 不过 他经验丰富 这么多年打磨 其分身在人间超凡者中 确实有俯视一切对手的资格 王轩心中私存 对比彼此的忧恋 这是一场硬仗 他得有十二段的修为 才能是神 其意的虚无之地 接近真实的陨石通道 造就出一个又一个 和我本身相近的精神分身 我与他们融合 就是十二段领域 现在我和他们联手 也距那个境界不远了 甚至算是准十二段 可以一战 下一刻 王轩的举手投足 都是剑光 眼角没烧 甚至人发丝上 都在流动璀璨剑芒 杀气无边 他借此掩饰 在剑芒中向前杀去 并释放出所有精神分身 那些 他在其肉身中 躁动多时了 早就忍不住了 下一刻 那些和他实力相仿的自己 快如光 迅猛若大心坠落世间 强势而霸道 一起下死手 瞬间 宛若成事的巨公就崩塌了 形态各异的王轩 有男有女 一个比一个桀骜不逊 一个比一个凶猛 高台炸开了 那个被银色神环笼罩的神明 瞳孔收缩 全力以赴 凌空急速移动于躲避 一时间 他感觉对手太凶残了 怎么会出动这么多化身 最为重要的是 那些化身 不比主身弱多少 巨公炸开后 外界自然能捕捉到这里的战况 部分人被惊呆了 来自仙道之地的生灵 有些人认出了部分身影 我去 那不是老张吗 怎么像刺头似的 在轰击神明 陈永杰第一个傻眼 狮声惊呼 还有妖主 他有些妈了 因为 很快又看到了方仙子 明血教祖 最为不可理解的是 还看到了妖族等人 以及郑元天 这不是王轩的死敌吗 而且 老郑已经死了才对 这 方仙子出场了 明血教祖也在帮老王出战 外太空中 青木目瞪口呆 赵青汉 武英 知道这些都是什么人后 也都出出神 马超凡 小狐仙都实话了 这是啥情况 他们有些发忙 大方是徐福 面皮抽动 他自然看出来了 那是王轩的分身 这小子真敢乱来啊 亵渎绝世强者 就不怕被妖主 张道林等人知道后 将他捶爆吗 此时 分身中的妖主 张道林 妖族等人都具现化 真是显照 和真身看起来没什么区别 外太空中 钢铁堡垒内 自然有高手 洞彻了那是王轩的分身 并且对仙道之地颇为了解 知道了具现化的都是谁 各位 那不是群殴 名为王轩的年轻人 不愧是破线杀手 屹立在十一段尽头的天纵人物 那些都是他的化身 而且具现的 都是修行史上的名人 第一位 方宇竹 超绝世 来自仙剑 第二位 随着外太空钢铁堡垒内的 强者接底 告知情况 各艘飞船中 所有观战者都瞠目结舌 感觉无言 内心俱跳 他还真敢啊 以至强者的形态为分身 外界 炸锅了 人们都被惊得不轻 一群王轩在围猎至强神明 羽化功 被瞬间拆掉了 王轩主攻 其他分身也不弱 摧枯拉朽 一个照面而已 就将银发神明的袖子打得炸开 没有了露出发光的手臂 哄 腰主转身间 油纸散落下 雷霆万军 噼里啪啦地将那对方淹没 这个分身主修雷霆大法 银发神明的身体 有些部位被击中 有胶痕留下 正元天俯冲 杀气腾腾 带动着漫天的云霞 硬汗银发神明 两者间发生震耳欲聋的大爆炸 并有蘑菇云腾起 噗的一声 正元天解体 化成灰烬 就这样被杀死了吗 让许多人吃惊 然而 下一刻 在那截灰中 有一个银袍人心生 有些朦胧 看不到面孔 他的出现太突然了 一拳轰在银发神明的身上 让其咳血倒飞 事实上 这就是真相 仙界的正元天死了 魔胎大法的开创者 那位上古的恐怖生灵还活着 他从截灰中走出 心生复出 王轩化身的这种状态 揭示了仙界一段秘星 是真实发生的事 银发神明感觉到了 事态的严重性 周围出现成片的火红风铃 结为异象 那是他当年在人间的悟道之地 满天枫叶 倒火连天 坟灭世间一切敌 他嘀吼着 瞬息间 风铃连绵 成片成海 那是秩序的回光返照 是超凡规则的余韵 激荡而起 无尽的风铃 以及神明大道火光 将羽化宫淹没 他想一举烧死所有敌人 然而 这些都无效 王轩以及诸多化身丝毫不处 同样施展火道艺术 以火对火 生猛的攻击 一时间 三昧真火 雷火 妖火 九幽魔火 涅槃之火 羽化道火 铺天盖地 反将银发神明覆盖 大结界中 方羽竹炼制宝到了最后关头 带着晶莹白点的黑玉手镯 散发玉道极的气息 能量惊人 这时 他们都尝出一口气 也是在此时 他们透过大幕 向外俯视 看到了现实中的一些景物 妖主第一眼就看到了六座鞠躬 然后他就看到了自己 小张 你替人打工呢 他克制住 没有发作 反而提醒张道领 那小子 真敢啊 老张不淡定了 还有方仙子 还有我 最可耻的是 还有妖祖 齐腾等人 他昏速不济啊 明雪教祖 也眼睛发直 当初 他们的心灵之光退走后 被洗净记忆 对于虚无之地的事 没有一点印象 所以当见到这样的分身 一个个都被刺激到了 想找机会去捶王轩 与化工废墟上 银发神明不可能端着了 没有办法再保持弹幕 早已动了真怒 和王轩对抗 从术法到肉身不断搏杀 战况非常激烈 各种绝世术法 在这个地方 像是烟花般绽放 神兵力气清明 在天地中不断破空 冲击猛烈的对抗 却 银发神明一声轻斥 三感银白长矛 像是三挂星河呼啸天地间 纵横于各个化身间 这等同于御剑术 而他御的是矛 一样可怕 呛 方语竹形态的王轩 仙道气韵十足 白衣斩动 展开羽化秘术 天地间到处都是光雨 全是其身影 三感银色长矛 被禁锢了 在光雨中不断被冲击 被慢慢瓦解 天妖轮回朔 后方 妖族大贺 志强妖族秘术 早已施展出去 明明在现实中 但却要让对手 陷入短暂的精神轮回 陷入预设的可怕场景内 吃了 哄 妖主擒着油纸伞 伞面旋转间 覆盖天穷 无尽雷海落下 这次与众不同 雷霆间有诸仙骑线 跟着扑杀 万仙杜节曲 黄昏 这种雷曲 这样的大天节 用来对付神明 那就属于是诸神的黄昏 雷霆与仙人影子一起披落 打得银发神明 大口咳血 砰的一声 方雨珠飞来 凌空一拳落下 伴着羽化之光 将银发神明的胸前 打出一个血洞 哼 以你身样无命 仙胎寄生 从正元天灰烬中 走出的神秘银袍人 冷漠开口 所谓的魔胎大法 也被部分人 称作仙胎大法 最起码 他自己不称魔 银发神明吐出的血液 化成一道血线 连到了银袍人那里 由莫名光韵 向着银发 神明体内钻去 神明一斩 斩血肉 神明二斩 斩元神 神明三斩 斩时空 银发神明大吼 事实上 他的神明三斩 已经先施斩出来了 他斩的是所有人的血肉 元神 时空所在 三斩无远不见 逆法案 分身中的张道领 一声断鹤 双手划过 虚空中到处都是镜面 从各个方位封堵 将神明三斩 化成的光束 超凡规则余运 给反照了回去 这就有些逆天了 看得所有人都心惊 王轩主身一动容 默默思存 这些分身在 虚无知的盗取时光 惊言秘数 确实了不得了 不过 这也算他 自己在自行 融合后 都将归为一体 属于他一个人的术法 我只是一具主身 各位 你们也要一起上啊 否则很难挡住 分身中的老张 自认为是主身 我才是主身 躲开 看我吆火分天 杀死这个毛神 说什么呢 我才是主身 让开 十万八千件骑鸣 斩杀异域毛神 你们都应该去死 银发神明开口 满身荧光暴涨 席卷天上地下 然而 一群身影无惧 都在争抢着 一起俯冲过去 围猎银发神明 第473章 王轩是神 自有神话以来 志强神明 无不高高在上 被超凡者膜拜 那是他们所追求的 最高成就 人生的最高峰 但是现在 有一群疯子 一个比一个兴奋 一个比一个张狂 争前恐后 围猎银发神明 他是从大节界 回归的神明 地位崇高 一言一行 都有超凡于运在蔓延 有残余的秩序之力 在扩张 但现在 他被一个人 率领自身群殴 疯了 真是不可想象啊 志强神明成为了猎物 被一群疯子围剿 狩猎 外太空中 很多人都看傻眼了 难以置信 老王 牛奔 不愧是我的结拜大哥 他这是准备是神啊 马超凡第一时间发表看法 青木 无鹰 赵青汉几人 都瞥了他一眼 这匹马有点不要脸 机械小熊很耿直 道 熊怎么听说 你是他的坐骑 天马踏跃赶雄拳 马超凡大吼 果断亮提子 养生功 陈永杰神色无比严肃 他知道 志强神明意味着什么 并没有因为王轩的强势而放心 大方是徐福点头 道 有些门道 这么多化身 都不弱于主身 敢这么练功的人 不是精神病 就是快人格彻底分裂了 一片刺目的荧光 席卷腐朽的大结界 引发神明体外的神环暴涨 向外扩张 他的身上有斑斑血迹 他负伤了 但是他的超凡之力却在提升 于人间受阻 嘴角躺斜 让他双目深处的杀翼不断攀升 一时间 无尽的风铃出现 红火一片 那是他的心灵升华之地 而后又炸开 天地间都被银色光焰取代 冷漠的声音在整片天地回响 神明三斩 岂能无功 回溯 这一次 他的声音不高 但是却给人无尽的含义与压迫感 像是末日审判 由志强神灵主导 判罚诸神 破 所有人 无论怎么防御 不管站在那里 都受到了波及 消失的神明三斩 像是在追溯过去 逆着斩了回来 先是斩时空 与化功顿时模糊了 他陷了 被一道刺目的银芒波及 所过之处 催枯拉朽 虚空塌陷 接着是斩元神 在场的本就是精神体 全都破防 伤势或轻或重 在扭曲的虚空中挣扎 各自都被一道荧光击穿 最后是斩肉身 王轩的胸口 被黄黄神明之光撕裂 有大片的血液溅起 这一击可不清 打穿了他的躯体 刺头老张发火了 道 竟敢伤我 各位分身还不出手灭了他 这是耻辱 一个抑郁神明而已 岂能让我流血 神明三斩 谈什么回溯 不过是残余的秩序之力震荡而已 你想要这种效果 还给你 妖主开口 一时间 万仙度截取再现 雷光一众一众 就在银发神明的头顶 那里落下 猛烈地炸开 劈得他亮强倒退 他的双目更为冷冽了 肩头 胸前和背后被劈开部分 焦黑中有神血在躺没 在正元天灰烬中 新生的神秘人开口 各位分身 我为主身 自当维尔等讨 一个说法 仙胎寄生了 取至强神明果位 而代之 在银发神明的体内 有莫名的力量在侵蚀 要占据一位 治强神明的血肉与精神 以此为温床 为母胎 要化生出一个新神灵 这一手横歹毒 让王轩都破为心惊 他都有些怀疑了 这还是自己的分身吗 该不会是魔胎开创者 在他的精神中复生了吧 不过 他有摇头 在虚无之地 方语竹 老张等人一起 帮他会诊 这些都是他的精神分身 不会有错 一切都是因为 他从正武那里 得到过魔胎大法 也曾钻研过 解析过 而这个神秘分身 就属于他那部分精神 进入虚无之地后 开始在这个方向研究 练了魔胎大法 滚出去 神明岂容你亵渎 银发神明开口 全身毛孔 都在喷勃刺目的荧光 那是真正的神焰 融化了倒塌的巨功 让虚空模糊 扭曲 他在以神明之焰洗礼自身 要斩去仙胎寄生的印记 各位分身 还愣着干什么 和本座一起杀了他 鸣血教祖开口 瞬间 一拳打出 天地轰鸣 像是有一轮血色的大日绽放 谁是分身 谁是主身 也不要争了 谁先杀了这个异域神明 谁就当家做主 妖祖喝道 煞时间 他施展出法体 身形暴涨 顶天立地 一脚就向着下方踩去 结果惹得鸣血教祖等人 纷纷呵斥 敌我不分吗 想提前内讧吗 抱歉 妖祖缩小法体 越发的惊汗 满身妖气沸腾 周身金光绚烂 瞳孔妖翼如刀 扑杀向银发神明 妖主炎炎则一语不发 这次轮动油纸伞 直接砸了过去 出手间 红色长裙飘舞 风华绝代 这让王轩掩月 说什么也不能让妖主取而代之 不然的话 以后自己是男还是女 会不会过于阴柔 呼 像是星河坠落 方雨竹出手 羽化拳挥出 洁白拳印无间不摧 一拳震碎银发神明的假咒 第二拳轰在其眉心前 虽然被神明之光抵住了 但是让其原神巨震 精神光焰似箭 他险些仰头栽倒在地 分身 张道领问王轩 我为主身 出手的话 自然就要绝生死了 王轩开口 精神天眼和十一段底蕴 凝结在一起 身心空明 感应冥冥中的一切恶意与威胁 捕捉对方的弱点 嗯 小心 他还没有到穷途墨路时 体内有一团光剑 正在破戳 王轩警醒 告知各路分身 并且 他果断展出一剑 心灵之光蔓延 和斩道剑交融 冲击对方的体内的神秘光剑 破 银发神明的血肉 被剑光洞穿 神之血液洒落 一位神明接二连三被刺透 染红地面 经得现实 各路超凡者洞容 都心惊不已 那个人真的在是神 居然要做到了 有人颤声道 碰 银发神明体内 像是有什么东西破碎了 一个光剑孵化而出 迅速裂开 有一头银色的神鸟 斩翅翱翔 和原本的原神合一 并且 他那被剖开的肉身剧烈变化 人形躯体更高了 挺拔雄伟 无米有余 此外 背后一对又一对 洁白的羽翼张开 仙尘不染 荧光沸腾 他是光神 其化身为十二亿天神 在人间行走了很多年 外太空 有人感觉头皮发炸 认出了他的身份 早先 人们并不知道 这个神明是谁 光神 代表了神圣 光芒普照十方 净化世间一切黑暗 实力极高 在神明中都赫赫有名 他居然是光神 我崇拜的至高神明 早先居然蛰伏 隐藏了真面孔 有人激动地叫了起来 现在 他满身都是流动的神圣光辉 世间一切和他比起来 仿佛都带着红尘烟火 他超然在上 大方氏徐福露出一色 道 这货 有点眼熟啊 像极了当年 在仙道之地作乱的那头猛情 是妖皇银棚 和妖圣光烈鸟结合的后代 当年 这位可是好大的威名 其父统一的上古皇朝 威势浩大 他也有极高的地位 但是随着上古诸皇全部覆灭 他东躲西藏 数次作乱后远走他乡 真是他 想不到啊 光鹏 成为了光神 进入宇宙深处 成为一位至强神明 徐福露出一色 在他开口时 场中发生激烈大战 不愧为妖皇之子 其成就很可观 也成为了慕天静的强者 属于绝世烈仙中的一员 当然 在这宇宙深处 他自己称神 被尊为光神 战斗非常激烈 这头猛情比当年更凶利 展翅间 见光无数道 密密麻麻 将王轩的一些分身都击穿了 当然 这些人都不是善茬 立刻还以颜色 身影众多 全见其名 轰向前去 王轩一个人 在围殴伟大的光神 有人开口 闭嘴 光神不败 那个王轩在人间很了不得 但是 绝对无法是杀光神 在这里有光神的信徒 激动无比 同时也在担忧 也在愤怒 心底深处 真怕王轩屠神 明显教祖教道 先到之地的一头凶鸟 换个地方 就成为十二亿神灵了 有意思 鸟人 我送你回你姥姥家 显然徐福的话语传到这里 被王轩与化身听到了 明雪焦祖举手投足 都是璀璨全光 红色大日一轮又一轮 在光神周围炸开 不时和对方的拳头撞在一起 这里能量浩荡 剧烈沸腾 王轩身为主身 自然不可能看着 化成剑轮 在正面抵挡妖皇之子 对抗未明动古代的猛情 剑轮中 他也在显化石板经文中 记载的真行 这是至高经文的交融 见光所致 他将对方的羽翼 斩下一截 顿时血淋淋 并且 他亲自俯冲了过去 和对方肉身搏杀 他的体魄在轰鸣 接近真实的超物质在沸腾 顿时让光神都大吃一惊 扑 王轩的拳头 带着淡淡红色物质 和光神对轰厚 让对方的拳头 染上一些焦黑色 神的怒火 需要你们的血液来熄灭 光神淡漠地说道 华宇落臂 一片拳头砸了过来 超凡之光将他横扫 这群人如同疯子似的 根本不在乎他的威胁 只想着尽快干掉外敌 好去争夺主身 哄 方宇竹全身都是羽化光宇 覆盖住对方 倾斜过来的漫天见光 他双手滑动间 能量化成羽化神竹 成片的浮现 锁住前方的那个人 他虽然 为一个出臣的女子 但是在这么多化身中 实力尤为出众 方宇竹 光神瞳孔收缩 显然认识对方 对这个终结了 上古皇者辉煌的女子 非常痛恨 当然 他也知道 这不是真正的方宇竹 光暗交织 成片的羽化神竹浮现 如剑芒冲起 在光神的身上 留下一道道恐怖的血口子 并将其身后的雪白羽翼 撕裂一对 这个世间太污浊了 充满了肮脏与丑恶 唯有光可以进化现实 洗礼仙剑 由我而始 净化这片超凡天地吧 光神开口 一片又一片洁白的羽毛落下 排列满虚空 像是无尽精英的花瓣 带着绝俗的气息 绚烂而又神圣 每一根羽毛 都有着难言的气韵 不染红尘 仿佛超脱在室外 构建在一起 形成一片宏大而繁复的图案 小心点 这有可能是举世歼灭之术 他想拉上所有对手一起上路 大方是徐福 在远方暗中传音 果然 正一击极其恐怖 天地间 无数的光亮起 银白充斥山河宇宙间 仿佛要轻覆 这片腐朽的结界 所有洁白的羽毛都开始焚烧 瞬息光耀人间 要将万物焚尽 蒸发个干净 王轩和诸多化身 自然不可能眼睁睁地看着 全都在反杀 反之对手 各种杀手锏 其初 要灭了光神 最后的刹那 光神的血肉破碎了一半 骨头都露出来了 背后那一对又一对神圣羽翼 折断了大半 鲜血滴滴答答地落下 他急速冲了出去 竟利用着近乎玉石俱焚的一击 想要摆脱这片战场 不想再站下去了 超凡世界即将熄灭 他并不想和一个人间的年轻人死磕到底 赢了的话没光彩 输了的话太悲催 然而 他刚飞行出去数百米远 结果发现无法挣脱 鸣血教祖牵着几根血线 和他的身体交融 开口道 我允许你走了吗 血色烙印被铭记了 你想向哪里逃 同一时间 那个从正元天灰烬中新生的神秘人也开口 道 先胎寄托之地 行神都被我选中了 你还想走 在他的手中 也有丝丝缕缕的线条 和光神纠缠 王轩开口道 各位 你们肯定都要与我争夺肉身 都想成为唯一 那么 我建议换个战场 杀了这头凶情 在他体内搏杀 这样的话 不至于损坏我们的肉身 要知道 我的就是你们的 你们的也是我也的 他补充道 谁也不要想提前回归我们自己的肉身 因为 我们的速度 谁也不比谁差 那样的话 一旦激烈争夺 损失的是 我们自己的肉身 就以光神的血肉为战场 现在先杀其原神 好 就这样决定了 先杀这头凶情 什么妖皇之子 宰了吃肉 我为主身 先杀其原神 本教祖来了 这群疯子自身都受伤了 而且并不轻 甚至是被重创 上古妖皇之子 光神 自然极其强大 接连对抗 众人怎么可能不负出血的代价 但是 现在他们战役高昂 全都在俯冲 施展秘法 在痴痴声中夺光神的肉身 先后入侵了进去 杀 一群疯子大喝 杀气滔天 光神怒吼 在他的体内各种光芒绽放 但是 他的挣扎越来越无力 他的头颅中 自身的原神之火在熄灭 王轩等人也被重创了 但是 他们却愈发地激昂 绞杀光神 以这里为战场 要争夺主导权 是 死了吗 外界 有人颤声道 是神了 那个年轻人 他杀死了赫赫有名的光神 有超凡者看出究竟 感觉难以置信 震撼莫名 必须得向大家推荐完美世界动画 最近这两集超然 我是一路跟下来的 近期非常好看 上周的超然打斗 上过抖音热榜 这部动画 在腾讯视频读播 喜欢的不要错过 第474章 神感之上无解 光神 原神之火渐渐熄灭 真的死去了 红尘中的一位青年 是神成功 有人声音发颤 一切都显得那么不真实 光神就这么陨落了 六座巨公 短暂地寂静了 外太空中 各方更是觉得如梦似幻 光神被杀死 在这个年代 发生了最为不可思议的事 在神的眼中 没有进入大节节中的超凡者 依旧还算是凡俗中人 很难对他们构成威胁 可是现在 有人图神了 羽化功废虚尚 光神毕命 但身体却不僵硬 而且渐渐震动得更厉害了 因为在他体内 战况愈发激烈 噗 光神的右臂炸开了 骨头都碎掉了 在一群疯子的对抗中 没能保住 这群疯子 跑到光神身体去打架去了 有修成神眼的人 看到部分朦胧的状况 一时间脸色不自然 真的是野蛮冲撞 那些精神体在光神体内 一会儿近身搏杀 一会儿远程放秘书 简直是一群凶徒 杀红了眼睛 噗 光神的头碎掉半刻 诈尸啊 不对 是诈尸 所有人都无语了 这群疯子内哄啊 伟大的神明 光之化身 行走在人间的十二亿神灵 死去后 他的身体还被人亵渎 沦为战场 这实在太可悲了 光神的信徒落泪 尤其是从羽化宫逃走的那群人 又是金句 又是愤慨 同时有种后怕感 如果没有提前离开 估计他们也都死了 光神的胸骨明显塌陷了 有绚烂的光芒冲出 接着他的那颗超大心脏 碎成很多半 从胸口飞出了一角 血淋淋 场面经骚 神之心脏 依旧有神性 发出银白光芒 在地上还略微跳动呢 现在 光神五米高的人形身躯 明显不够折腾了 各处都在炸 从骨头到血肉 简直要被拆成肉酱 骨头扎死了 听 这样混战什么时候是个头 我觉得 咱们还是分阵营吧 王璇开口 最主要的是 他发现 这群人时不时就照顾他 都想先解决掉 他这个名义上的主身 他补充到 方雨竹 张道领 妍妍 明显 不用说了 咱们一个阵营 都是老熟人 妖祖 齐腾 魔祖 郑元天身后的人 你们是一个阵营的 我们现在 先解决掉一个对立阵营吧 刺头老张第一个站出来 我觉得 我们应该先清场 先解决掉第三方阵营的你 没错 明明是个配角 一个分身而已 还在这里装大尾巴狼 先干掉你 妖祖点头同意 哼 理应如此 妖主奄然一笑 千娇百媚 风姿动人 就是方雨竹 都在认真点头 道 有道理 他一身白衣无瑕 超臣脱俗 这么认真的回应 也算是态度明显了 复义 一群人接点头 就这么决定了 准备先格杀王轩 然后他们再去做地分赃 王轩沙纳 进入最强战斗姿态中 他觉得 这是坐简自负 原本想化地为牢 避免这些人四处乱跑 甚至逃走 他没有想到 最后反倒要坑了他自己 这群人一个个摩拳擦掌 眼睛都在放光 没有一个善茬 显然 因为这些人 也都是他自己 很清楚彼此的部分心态 所以 都觉得先解决他才最合理 王轩沙声道 既然你们不讲规矩 我也没有必要被条条框框束缚 将你们都打死算了 不练话了 说话间 他晃了晃 左手中的斩神旗 顿时 有金色网格蔓延 并且从旗面中 追落下一个颅盖 落在他的右手中 变态 你这是不要鼻子啊 作弊 你这叫什么鄙视 有什么意义 我们应该真正地切磋 竞争出一个最强者 这才是对我们自我的负责 王轩黑着脸 道 你们都要围殴我了 还谈什么公平 你确信 要分两大阵营 公正对决 那些人终于严肃起来 都是一个人 心态其实大体一样 只是略微的 有个体差异 确信 王轩认真的点头 如果动用斩神旗 卢盖 将这些精神分身 都给绞杀末了 他拿什么去融合 怎么去 壮大自己的元神 那些都是他自己 损失任何一道精神体 都是他自己的元神在衰弱 精神残缺 有可能永远走不到十二段 行 那就划分两大阵营 先解决掉一批 最终 光神体内的大战更为猛烈了 这还是他们都被重创 有伤在身 不然的话 五米高的身体 直接破烂成泥了 这具身体最后的活性被打杀 五脏皆炸开 浑身骨头断裂 银百语折断 但在这时 光神躯体突然暴涨 他显化出了本体 成为一头巨大的银色猛禽 长能有千余米 满身都是血 到处都是血窟窿 连脑袋都残缺不全了 这是光鹏对应的肉身 显而易见 被现实的天花板压制 他复苏的肉身远 没有当年巨大 外人难以看清 只有部分强大的超凡者 才能捕捉到血肉中的精神体质战 无比血腥与残酷 到了后来 有些超凡者都胆寒了 击杀自己的精神分身 并且第一时间夺取力量与炼化 绝对不是什么平静与祥和的事件 王轩投身战场 盯上了从正元天灰烬中 新生的神秘人 和他死磕 决一死战 杀出了血性 非常惨烈 因为 他看到了这个人的能力 很可怕 动辄就能将印记 投入到对手的血肉和原神中 真要将他留到最后 可能会出事 事实上 所有人都在防备此人 所以 王轩全力杀他 没有受到其他人干扰 阻力没有想象中那么大 我就这么死了 哼 你就是我 我就是你 这种厮杀没问题 如果将来在现实中遇上这个人 那就要严加谨慎小心了 银色身影消散 化成一团光 没入王轩的体内 被他吸收 他汲取部分原神之力 自身顿时壮大 不过对方今年的经文 和最近的记忆等 他来不及融合 那会消耗他很多精力 没那个时间 此时 破烂的神兵尸体 庞大的光棚 已经不成样子 千米之身血肉模糊 鲜血染红巨公的废墟 方宇竹 张道领几人都活着 盯上了王轩 他们也击杀过对手 壮大了不少 但现在不再去讲究什么规矩了 要狩猎他 各位 你们要违约吗 不公平一战了吗 王轩问道 张道领开口 且 你就是我 我就是你 谁不知道谁啊 你消磨谁呢 我就问你 真敢用炉盖砸我们吗 那样的话 此生你都无缘十二段 老张 你流氓啊 不讲道理 王轩看着他 骂你自己呢 你我不都是一个人吗 再说 你拎着斩神旗和盖子 才是流氓做派 恐吓谁呢 就是要围猎你 不服 你拿棋子劈我们啊 遇上老张这种刺头 或者说是他自己的另一面 他也是无言了 有点搞不定 他很想消老张 来吧 少年 姐姐教你 怎么融合各路元神 妖主炎炎 风情万种地走来 停 记住 你就是我 别这么妖娆 王轩受不了他 又不是真的妖主降临 你还知道 我就是你 那你还敢得虚无知地 让我为你泡茶 当侍女使唤 妖主说道 轰的一声 油纸伞直接砸落下来了 雷霆万道 让外面的银白凶情炸开了 方雨竹更是话都不说 斩道剑无处不在 将王轩覆盖 刺头老张道 嘿 这就对了嘛 身为假主身 你也逍遥有段时间了 该让位了 理论上 你该支持我上位啊 毕竟你被干掉后 就剩下我一个男神了 你看鸣血也厌弃了 支持我吧 鸣血在那里捂着脖子 眉心挨了斩刀剑 又被雷霆击中 现在又被老张扭断了脖子 在那里一副不甘心的样子 慢慢倒下去 自己阵营的人都杀 你们不讲规矩 鸣血愤怒 即将厌弃 哄 大战再次爆发 王轩力敌三大高手 非常凄惨 但他还真不想施展展神奇呢 怕对方急眼 和他欲识矩 扑 关键时刻 那正在肖王的鸣血教祖 给了王轩近乎致命的一击 将他击穿 原神之血溅起 王轩疏地远去 而后猛然转身 神色相当难看 道 至于吗 都是自己人 你我不分彼此 你们还佯装弄死一个 嗯 自己人也分亲疏远近啊 我们都被你关在缥缈之地 彼此还是了解的 但谁知道 你一个人在外面 占据肉身 都鼓到出了什么后手了 还是稳妥先 无所不用其极地干掉你 才能让人安心 妖竹拢了拢袖发说道 扔掉了油纸伞 这是要拼命了 来绝杀王轩 张道领在校 慢慢逼近 方语竹如林波仙子 已经在行动 明显交阻这个老鹰贼咧嘴 扬起了手 老张 老明 方仙子 妍妍 你们觉得 如果人生还剩下最后一秒 该做些什么有意义的事 干掉你 对面 回答很干脆 没被他带上路 也不想听他嘚瑟 王轩被四人逼迫 濒临死尽 四大高手齐出 让他的感知越发敏锐 感应到了一切冥冥中的恶意与危险 他在提升 在努力触发神感 嗖的一声 他消失了 比所有人都要快 因为他在驾驭斩神奇 有十倍的速度 没入自己的肉身中 瞬息间 他开启了内景地 然后 那四大高手追杀了出来 都在冷笑着 要没入他的躯体 因为这也是他们的肉身 可以闯进去 你不守护规则 怎么先回肉身了 王轩懒得回应 这几人都要联手对他了 早已破坏规矩 他也没有必要遵守 好吧 他承受 都是他自己 那几个自己 先坏了规矩 下一刻 王轩的精神体从内景地出来了 精神思感无限提升 此时像是全能般 远比平日恐怖 实力增长了一大截 不足一秒钟 这是他的生命时间 也是他最后的出手时间 还好 原神状态的他 超越极限速度 在现实保持这种状态 那就是神感之上 在同境界中 近乎是一种无解的状态 碰 明雪教祖头颅爆了 被王轩席卷过去 瞬间吞没 哄 王轩全光锁过之处 超越妖主的闪电 将他击穿 吸收了他的精神光语 接着 老张被王轩以不可思议的速度临近 被干掉了 最后 王轩拼尽全力 追上方雨竹 手掌划破其雪白景象 手指点中其眉心 刺透了进去 这一战落幕 十二段 我来了 王轩准备融合所有精神分身 真正破关 迈入那个疑似从未有人立足过的领域 或许 有超爵士 曾经元神大涅槃 甚至不止一次 站在了暮天境界十二段 但是 人世间大境界的十二段 应该从未出现过人意 不知道这次会否有更为猛烈的大地震 王轩看着外界 大结界还在发光 新至宝即将诞生 旧至宝在轰鸣和沉浮 再加上他要去虚无之地进阶 不知道会阵成什么样子 第四百七十五章 十二段从未有人立足 志强的光神死了 连最后的神兵之躯 都被那群群疯子都打得爆开了 满地烟红 最古快到处都是 不成样子 而那群疯子 最后又被其中一个疯子都给杀光了 融为一体 过程很血腥 现在他满身光雨 被神圣之光覆盖 他最后施展的是什么手段 连鱼下的武座巨公中 都有人动容 盯着王轩那个方向 很是忌惮 那一刻 神感之上近乎无解 在不足一秒钟内 王轩迅速解决掉了方语竹 妖主 老张 明显 他这是要进军逍遥游大境界了吗 一位来自大结界中的不朽者低语 地位等同于成仙者 他如果破关的话 在现实中 岂不是能够以凡人之躯 对抗志强神明 另一座巨公中 有神明开口 在不朽者和神明的眼中 现实的超凡者 只要没进入大结界 不曾真正成神 依旧被视为凡人 志强的神明在上 请您为我们的祖师报仇啊 逍遥宫中 有人哭诉 那是光神的信徒 岁月之书大概绿在他身上 需要拿回来 另外 他如果真晋升到逍遥游大境界 或许会严重威胁到志强的神明 余下的武座巨公 议论响起 一片肃杀 有人认为 王轩会危及他们 竟对一个凡人忌惮了 屹立在十一段领域中 那是属于超凡理论的尽头了 这种人一旦晋升逍遥游大境界 确实会有卓越的表现 历代以来 人世间十一段者 一旦破关都会非常耀眼 尤其是这个王轩 居然图神了 他要是再提升一步 那还真是让进入现实世界的神灵都不安 瞬间 这片战场上 剩余的几座巨公内 不朽者 神明 都有杀气争腾 气氛再次紧张起来 然而 他们不会想到 王轩并不是要进军逍遥游 而是要突破进 他们从未想过的十二段领域 这比突破逍遥游难太多了 在固有的超凡体系中 人世间并没有十二段 是一片无人区 没有活着的生灵 可以立足在那里 养生宫中 陈永杰很紧张 道 前辈 气氛不对 诸神 不朽者 似乎都对他有些敌意啊 刚才有反馈 那些巨公有人第一时间联络我们 试探着问 要不要趁现在杀了王轩 大方是徐福开口 意外啊 当初碰到的年轻人 真是有些不俗 让不朽者和神明都很在意 怕动摇他们的地位 老陈富匪 何止不俗 你老人家能够来这里 不就是替他背锅制吗 小山 你什么眼神 怎么看我呢 徐福瞥了他一眼 像是看透他的心思 一巴掌拍在他后脑勺上 陈永杰道 诸神不讲究 他们想扼杀王轩 有人刚才私下来敬见 委婉表达这种意愿了 但知道您来自仙道之地 想探探口风 来自仙道之地的年轻人 一路过五关斩六将 走到这一步不易 岂容他们加害 走 我们过去看一看 徐福说到 直接起身 现在 王轩很虚弱 遭受重创 击杀光神并不易 过程其实很艰险 他与那些化身都受了重伤 随后 他又和刺头老张 强大的方语竹 妖竹等化身激战 消耗过剧 现在从精神到肉身 都很疲累 此时 王轩安静地站在那里 手持斩神奇默默地调息 如果真有至强者来犯 他只能拼命了 动用养生炉 但是 一旦亮出这件东西 将会无比的麻烦 会产生一系列大风暴 不久后 逍遥宫 慕天宫的两大公主来了 他们是志强的不朽者 和顶尖的神明 在人间的化身 两座巨公的人 兴师动众 带着大批的超凡者 赶到此地 以审视的目光 看着断壁残垣中的王轩 其中 以慕天宫的公主 最为忌惮 因为他也被震落得很惨 现在处在逍遥游第二层境界中 他名雷拓 一头金色的长发披散 神光笼罩躯体 是大节节中的不朽者 踏足志强领域2800年了 总的来说 他和光神相仿 在人间的实力和道行很接近 既然王轩阁杀了光神 那么也能杀他 现在这个年轻人被重创 如果顺势抹杀 自然是最佳的机会 一旦让对方进阶 雷拓认为 自己就要绕着走了 可是 他很想要岁月之书 逍遥宫的公主 是一名女子 奇长的躯体 纤细的腰肢 曲线起伏 黑色的长发 面孔精致 银色的瞳孔 非常艳丽 她穿着一身赤金甲皱 整个人身材很火爆 但脸蛋略冷 有淡淡的杀气 她明远磊 和光神关系不错 也是一位至强神明 现在处在逍遥游三层 在人间的实力明显很强 现阶段 她比光神高一个小境界 真要出手的话 那自然会是致命的威胁 徐福上前 拦住两大公主 道 两位要破坏规矩吗 现在的百度人 比当初强太多了 因为其分身回归 和弑地的精神碎片 融合在一起 在人间体现为 逍遥游三层 她只身一人 挡住不朽者雷拓 和神明元磊 有足够强大 与自信的底气 见过前辈 王璇很意外 同时也势然 在这里发现 百度人和陈永杰 很多事都能想明白 这分明和她有关 你去闭关 好好养伤 这里交给我 徐福说道 十分淡定 但内心却想揪过来 她打一顿 想她堂堂一带大方式 徐福居然替人背锅 最后真的跑到这里来了 从未有过的事 好 王璇也不客气 然后对陈永杰传音 让她跟过来 两人嗖的一声 没入地底深处 就这样不见了 徐福 你管的事情可真多 雷拓神色不善 有这样一个绝世 先人相组 会无比麻烦 她看向元磊 这个女性神明 如果出手的话 还有可能杀了王璇 现在只靠 她自己的话没信 徐福没搭理她 向前迈步 来到元磊身边 只要她动手 那么必然会遭遇 属于大方式的 灵力手段 同时间 徐福祭出各种棋子 铜杯 小型祭坛等 她在封锁此地 将地下保护在 她的仙道领域范围内 很短的时间 她布置下一座仙道法阵 不急 元磊开口 现在最紧迫的事 是大结界中的绝世大战 如果那里落下帷幕 现实世界这些都不是事 此刻 新智宝在诞生 旧智宝在攻击 神明宫隆隆而鸣 隔着大结界 都能感受到那种 无上的威亚 此外 仙道之地 诸神与不朽者共击 一同叩关 不知道是否夺得 那三剑至宝 若是到手 那便是先天不败了 大局已定 元磊的主身 正参与在当中 可是 是神者要破关 到逍遥游层面了 雷拓担心 他怕彻底失去岁月之书 再也无力取回 元磊平淡地开口 还有时间 正常的大境界破关 怎么也要一天一夜以上吧 这么长的时间 大结界中的征伐 应该落幕了 到时候 现实中的战场 自然会有个了结 也是 雷拓点头 暂时克制冲动 地底深处 王轩和陈永杰 禁止进入一座地宫中 这是属于上一个 萧氏的超凡文明 留下的重地 在这个地方 王轩也开始布置 身上一宝众多 分别插在地面 以顶级宝物环绕 构建法阵 不是他在这个领域造诣高 而是宝贝厉害 比如元神锁链 可守护四方 黄金术能定住一切 斩神其力于中央无极土 压制一切 都是天然的仙道法阵 陈永杰搓手 有些期待 也有些紧张 他知道王轩要做什么 可是 眼下是在绝世强者的眼皮子地下 一会儿乱震的话 会不会惊动所有人 没事 外面质宝一直在震 多个人震 也没人会觉察 主要是质宝和大姐姐共鸣 属于至高规则在激荡 我这里没什么意想 时间紧迫 来得及吗 陈永杰问道 时间足够 我想办法开启内景地 现在里面盗取时光 融合元神 王轩说道 到了现在 内景地的开启 依旧不可控 但是百般尝试下 几率大增 多次扣关的话 他能利用神感 打开那片精神空间 果然 五个小时后 王轩满头汗水 无比疲累 终于触发了一次 内景地敞开了 他果断冲了进去 这一次 我该成为陈九段了吧 陈永杰的元神跟进 最近每次突破 他都会被打回原形 在八段驻足太久 他都有点怀疑人生了 这一次的闭关 王轩在内景地中一动不动 吸收和龙和所有的精神分身 不仅是精神力的交融 还有分身参悟的那些经文 在被他吸收 比如 万仙度截取 魔胎大法 精神光果大法 天妖轮回数 语化真经 这些法他都阅读过 在记忆秘库中有收藏 那些分身继承下来 在虚无知的经年 着实有了惊人的成就 内景地中 银色物质弥漫 紫气蒸腾 补充他的精神所需 也淹没了他外界的肉身 让他的行和神都在提升 这一次 王轩盗取时光分外漫长 精神四感无数倍的提升 像是经历百年那么久远 陈永杰一边观察外面动静 为王轩护法 一边也在参悟各种经文 苦修自身 他重回九段领域众望 并且 他在一路拔高 来到了九段极限 就此止步 他一声叹气 暂时停下来 需要慢慢打磨 再去考虑下一步 书弟 王轩睁开眼睛 原神裂痕和肉身之伤自然好了 被浓郁的超级物质 滋养得快致变了 成功了吗 站在前五谷人的十二段 无人驱众了吗 陈永杰紧张地问道 还差了一点火候 我觉得还是要去虚无之地 需要那里的红色物质魔力 焚烧出一个纯净 而强大的十二段来 王轩说道 内井地中 如今银色物质 紫雾都如雪花般飘落 还算浓郁 但是那毁灭性的红色物质 却只有丝丝 及其稀薄 时间到了 内井的关闭 王轩没有任何犹豫 持战神奇 带着炉盖 没入命土中 而后杀向虚无之地 果然 当来到这里后 借助浓郁的红色物质 断烧元神 洗净瑕疵 他明显感觉到 自身在快速质变 十二段 前所未有的领域 神话理论镜头之外的荒芜绝地 被他闯入了 与此同时 大结界中 各种至高纹落交织 新至宝要出世了 大战 争斗 对抗到了白热化 同一时间 腐朽的结界中 地表上的几座巨公不宁静 有顶尖的不朽者 和至强的神明在渗透 先到法阵要接近王宣